现在他有机会来挑战是中华职棒洋将最好的记录 是过去前蓝牛熊队的洋将霸汉 打出来的连续23场比赛都有安打 不仅能够打破这个霸汉的记录 他还有机会来挑战是林义增连续31场安打的记录 10号下午的湿牛大战 新牛牛队的洋炮威纳斯手感热的发烫 五次上来打击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回 不但演出单场五安打的恐怖表现 也把个人连续安打场次推进到21场 正式超越森林王子庄派山 所保持的牛队对史20场记录 本季威纳斯表现攻守俱佳 镇守牛队三磊大关 在85次的守备机会中仅仅发生一次失误 另外打击方面打击率稳定保持在三成左右 得点圈打击率是理想的三成零八 长打率更高达四成 称职的串联全太危险打线 在威纳斯本季出赛的29场比赛中 仅仅只有三场没有敲出安打 而且最近的三场比赛 威纳斯也至少缴出两安打以上的成绩 照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 威纳斯很有希望挑战联盟的连续安打场次记录 首先在洋将部分 前蓝六熊队的大同宝宝霸汉 在2008年创下连续二十三场比赛有安打 而目前威纳斯只差八和两场差距 本周就有机会改写记录 另外联盟的连续安打场次保持人 是前兄弟相对的道帅林逸增 他在一九九七年创下连续三十一场比赛 敲出安打 虽然目前威纳斯距离林逸增障碍 还有十场的差距 不过以他进入加进的打击状况 说不定在本季就能树立全新的威纳斯障碍